文章来源 腾讯 7月30日消息 按照往年习惯 苹果将于今年9月中旬召开秋季新品发布会 届时将发布全新的iPhone16系列 目前距离正式发布还有约一个半月时间 市面上已经有许多新iPhone的信息 下面我们就来汇总一下 看iPhone16系列将带来哪些新变化 全新设计 梦回iPhoneX 首先是机型方面 iPhone16系列依旧有iPhone16 iPhone16 Plus iPhone16 Pro以及iPhone16 Pro Max四款机型组成 根据目前爆料信息 iPhone16 Plus是苹果最后一代Plus机型 在iPhone17系列上将加入iPhone17 Slim代替Plus机型 iPhone16与iPhone16 Plus两款机型都采用全新的设计语言 后置摄像局域采用了数字双摄的布局 类似iPhoneX的设计 另一方面 两款机型的屏幕边框控制也更出色 屏幕正面视觉更佳 iPhone16采用一块6.1英寸 OLED屏幕 而iPhone16 Plus则采用一块6.7英寸 OLED屏幕 但比较可惜的是 这两款机型的屏幕刷新率依旧是60赫兹 至于iPhone16 Pro与iPhone16 Pro Max 两款机型在外观设计上变化不大 主要还是屏幕黑边进一步缩窄 其中 Pro黑边缩到1.2毫米 而Pro Max黑边更是窄至1.15毫米 有望成为全球最窄边框手机 更强的A18芯片为AI复能 毫无疑问 iPhone16会搭载苹果全新的A18系列芯片 A18芯片采用台积电N3E工艺制程 在性能和能效方面会有小幅度提升 这次A18芯片最大的升级点应该在AI方面 以满足iOS18上Apple Intelligence的性能需求 此外 iPhone16系列还将全系标配8G运存 同样为了满足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的性能需求 电池增大 快充更快 根据爆料信息 iPhone16 Pro系列的两款机器在电池容量方面会进一步增大 其中 iPhone16 Pro电池容量为3597毫安时 而iPhone16 Pro Max电池容量则来到4769毫安时 iPhone16系列另一重大升级点 就是充电功率相比前代大幅提升 预计支持最高40W有线快充 以及20W无线快充 0%至100%充电时间 有望缩短到一小时以内 影像常规升级 没啥看点 影像方面 此次iPhone16系列影像整体只算是常规升级 其中 iPhone16标准版将采用iPhone15 Pro的主摄 IMX803 而iPhone16 Pro系列的两款机型将采用全新的大底主摄 IMX903 传感器尺寸由上代的1 1.28英寸升级为1 1.14英寸 此外 iPhone16 Pro也将搭载5倍光学变焦 影像能力持平Pro Max机型 其他方面 根据郭明记的爆料 从台积电 大力光处等核心供应商获悉 今年苹果对iPhone16系列的备货量大约在8700万台左右 整体略低于iPhone15系列同期的9100万台备货量 以上大致就是目前关于iPhone16系列的信息 总体来看 虽然iPhone16系列在外观 性能 影像以及续航等方面都有一定升级 但大多数只是常规升级 不知道屏幕前的小伙伴如何看待即将发布的iPhone16系列呢